但是,剛剛這種寫法有個缺點 什麼缺點? 這個東西重複出現了三次 理論上最好是萬年曆四 其實在我的雲端上面有放 我建議請你把重複的部分改寫 以後就把剛剛重複的東西怎樣 先丟給這一串 先丟給x 用x的部分來表示剛剛這一串 這樣應該就簡短 上面這一串可閱讀性其實還蠻低的 下面其實就比較容易閱讀了 應該知道那個邏輯吧 所以基本上不用死背 反正就這個1234 如果暫時你可以自己寫 當然是最好的 如果不行的話,沒關係 你就把這四段從雲端上面 Ctrl C, Ctrl V 我想應該 OK,然後試試看 1,2,3,4,四段 其實就是把剛剛的函數再做過一遍 一模一樣的邏輯 只是說我把它做翻譯了 翻譯成VBA 所以也就是說 所以很多人問我說 那個 是不是 學VBA以前要做什麼 所以你先把函數先徹底了解再說吧 因為你函數如果不熟的話 你要進到VBA 那等於你就是跳一個坎的嘛 你當然至少你要把函數先熟悉了 像剛剛的部分先把函數做過一遍 然後再來翻譯 很快也可以做得出來 我想各位先試試看 把1234這幾段 現在做出來 那因為 下面還有兩段 等一下再講 因為剛剛的部分有沒有 就是 它還是要在這邊執行 這邊點擊它 它不會walk 還要再按一下才會執行 所以怎麼樣才可以讓它連動 來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那等一下要講的就是說 而如何讓下拉清單 它改變的時候 那就順便怎麼樣 把那個 剛剛的那個程序 也幫我執行一下 讓那個下拉清單 可以跟VBA做連動 這一件事情 我覺得還蠻重要的 因為以後如果說 你要一個下拉清單改變的 然後你用函數有時候 很多事情是不容易做到的 但是你寫了一個程序 那觸發的並不是一個按鈕 而是一個下拉清單的改變 那這個地方 我們要怎麼樣去把 這個部分的程式 寫在VBA的什麼地方 它可以幫我去做一個執行 其實這個邏輯也非常簡單 等一下會跟各位再做說明 呃 那些這個邏輯很快 那些是這五個 那些邏輯很快 那些檢查一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